哎呦,这么记不到东西啊 为什么啊 老了啊 你是不是很常听到这一类的话 难道他们真的老了吗 其实我的答案是 不 因为我们的大脑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们每一天都会看到很多新的东西 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或者是吸收很多新的资讯 那么我们的大脑如果没有经过训练的话 它会把很多不必要 我们也有在日常生活中 常常用到的东西呢 说在一边 过后 很少提醒我们大脑 把那个新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慢慢的把它 忘掉 我们现在呢 是科技发达的时代 很多新的发明呢 给了我们很多方便 现在 我们几乎都不用记得一个人的号码 我们很少训练我们大脑 记住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常常重用它的话 我们是不能牢记某一样东西的 我们是不能牢记某一样东西的 嘿 大家欢迎来到学到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呢 是有效的英文和马来文背单字的方法 让你十秒就会背一个单字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方法呢 是联想注意法 它是最有趣的方法 就是你要你最熟悉的语言呢 来联想 例如第一个字 sport sport呢 在英文是运动 那么运动的时候 你肌肉是不是慢慢变大 大大大大大 大到sport了你的衣服 哎 sport和sport 所以如果你要记得sport的话 你记得sport sport就是sport sport 第二个例子 马来文 马来文的厨房呢 叫做dapur dapur是不是整个家里面 最多dapur东西的地方呢 对了dapur 就是dapur 建议你呢 用这个谐音法 用在冷门 或者是少用的字 这个方法呢 很容易让你记得一个字 但是呢 它有缺点 那就是你会面对 发音的问题 例如 你最喜欢的sport 是什么呢 sport oh sorry sport 对了 所以你会遇到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方法呢 是音节 记忆法 它是和发音有关 就是长的字呢 你就可以用它的发音 或者是音节来背 如果在马来文的话呢 我们叫做sukukata 比较长的英文字 inter disciplinary 所以你把它拆开来 一节一节来记得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把它记得 就成为inter disciplinary 那马来文呢 比较长的字呢 是D tanggong jawa kan 我们也把它分开来 用sukukata来背 DI DI TANG TANG GUNG GONG JA WAB KN KAN 所以是D tanggong jawa kan 所以比较长的字呢 建议你用这个音节记忆法 音节记忆法呢 不只可以帮你记得每一个音结合那整个字 而且你还会记住那个音 下一次你遇到那一个音的时候 你就马上知道会怎么拼了 例如马来文 你听到D tanggong jawa kan 你听到KAN 你就知道KAN KAN 好了 那我们进入第三个背担字的方法 那就是比较法 比较法呢 就是你用新的字和你已经会了的字来比较 然后呢 看一下它的差别在哪里 例如英文的show和snow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它的差别在h跟n 所以呢我们可以记得s h o w show是表演 或者是演出 那么s n o w snow是雪 那么马来文memberly和memberly的差别 在哪里呢 l和r 可以这样记呢 memberly是买 你买的话 那个l是只只一条线的 所以我们买东西 我们拿东西放进口袋的时候 它是只只一条线这样子 掉进我们的口袋里面 所以是memberly memberly 是给 我们从口袋拿出来给出去 它的动作呢 是好像r那样子 拿出来给出去 鼓励你呢 是如果你遇到比较香香的 你比较容易记错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比较法 第四个方法呢 是自根记忆法 自根记忆法呢 是你用自首自根还有自尾来背 因为呢每一个自根自首跟自尾呢 是有不同的意义的 例如在英文 有鞋字呢 在前面有pre pre 那么我们可以记得 pre的意思呢 是之前 或者是先前的 例如pre wedding pre wedding呢 wedding是结婚 所以pre wedding是结婚前 pre school是上课前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幼儿园 那么马来文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背 例如它的kata dasa 就是它的里面的字是一样的话 例如men berli 或者是di berli 现在呢 我们可以用berli来背 berli就是买 men是动词 men berli就是正在买 或者是买的意思 di berli di是被的意思 所以是被买 不可能我们讲话 是用单字来讲的 我们是用一组的单字 来表达我们要的情绪 所以呢 第一个被多过一个单字的方法呢 是词语搭配吧 就是说我们用单字的惯用搭配 来记住一个词 我们可以用一个场景 或者是一组常常用的字 来记得 例如 books rig是读books 是书本 所以读书 或者是马来文呢 是men baja buku 所以这样子记得的话 因为呢 它有关联性 所以比较容易记得 第二种被一组单字的方法呢 是图像 或者是故事连接法 如果有关的单字呢 你可以用图像法 那么如果一组没有关系到的单字呢 你可以用故事连接法 第一个图像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情景 例如在厨房 有人在煮东西 有人在洗东西 有人在切东西 cook wash 跟cut 或者是memasa men juji 或者是memotong 这是有意思的字 你可以背的方法 那么无关的字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故事把它串起来 我现在和你说三个字 第一个字 pen 第二个字 apple 第三个字 dance 我在地上 使到一只pen 过后 我看到我的朋友的手上 拿着一个苹果 然后他说 let's dance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i have a apple apple pen 所以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记得 那三个单字 pen apple 跟dance i have a pen i have a apple un apple pen 好了 这就是我今天要和你分享的 六个背单字的方法 你可以自由的搭配使用 然后复习和常用在你的生活上 以帮助你的长期记忆 我个人呢 搭配了 音节记忆法 词语 搭配法 还有图像或者是故事的记忆法 让我的学生 学造句 记得留意下一个影片 好了 你学到了吗 如果你学到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频道 like 还有分享给更多朋友 subscribe的朋友 也记得点击铃铛的符号 以第一时间获取新video通知 就这样 bye 下个影片见